我們剛剛在那個 就是新聞前我們在討論 他說他給我10萬塊 對 然後叫我全程都睜著眼睛 看完恐怖片 然後音效開到最大 如果我看完他就給我10萬塊 妳願意嗎 我會挑史上最可怕的恐怖片 和我睜大眼睛 但是我是用鬥雞眼的方式 這樣可以嗎 妳一個人 可以 給妳包場 就是整個電影院妳一個人看 我不知道旁邊會有誰 我真的不知道 雜板哭 我覺得可以 我願意 10萬塊其實不少 那我挑一部3小時的恐怖片 我覺得也不要這麼久 對 妳真的 好有趣 我最喜歡妳知道 不敢看恐怖片的人 跟他一起去看恐怖片 那妳會這樣趁機嚇人嗎 我不會 可是我會在旁邊享受妳的表情 我覺得妳好可怕 怎麼辦 我是不是有成為 下集可以不要邀請他嗎 我覺得有點毛骨悚然 對 我是不是有成為驚悚大師的底子 我覺得妳可以 我覺得妳就朝這條路 試試看好了 妳說驚悚大師嗎 當師嗎 大師 可是我一個好好的人 我要怎麼成為驚悚大師 我覺得先從外觀開始 煩耶 煩耶 第一步成功... 我們看一下下一則經文 神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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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萊恩雷諾斯 飾演全世界最頂尖的保鏢 卻要來保護曾經暗殺他28次 最討厭的殺手Samuel Jackson 兩人又愛又恨的糾結互動 讓觀眾直呼超爆笑 電影殺手保鏢上映首周 不只以兩千萬美金 拿下美國票房冠軍 更以破三千萬台幣的數字 勇奪台灣票房冠軍 他們除了在片中互嗆講垃圾話 花絮也不例外 製作者不能夠用那歌 你正確 其實觀眾就愛看他們互相鬥嘴 炮火越猛烈 票房就越亮眼 萊恩雷諾斯曾經是壞嘴代表英雄死世 他的老婆布萊克說 老公天天在家都是段子 萊恩雷諾斯受訪時還說 想跟小勞伯道尼飾演的鋼鐵人 一起說垃圾話 你不能吃 但我做了你一大項目 我成功地獨立世界的平衡 詮釋出鋼鐵人自大 瘋狂幽默 卻又帥氣滿點 還有新一代蜘蛛人湯姆霍蘭德 什麼事 等一下 你想要真正的冠軍嗎 沒問題 你瘋了 也是靠著屁孩無厘頭的說話模式 勝任重要角色 爆笑台詞成為電影中不可或缺的娛樂元素 TVB新聞 今晚羅洪昌霖只會綜合報導